江春 你自己算算你这一番话里有多少个未来和可能 我不管你跟这个黄金的私交怎么样 你要记住你是非虎资本的投资人 很有可能马上就是合伙人 你要时刻记住 自己的屁股该坐在哪张椅子上 你为什么这么纠结啊 咱不是一直按照这个思路一路坐上来的吗 要是这一路都是错的 有人说现在是投资人和创业者最好的时代 可是我却在最好的时代干着捣买捣卖的事 你找我怎么老是解决什么问题 难道我是个问题吗 我去人事部门问了 人家说你最近没请过病假 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 非常热爱 但是我不能 我不能再不管我的儿子了 我知道你今天有个庆功宴 我想跟你一块去 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我们公司庆功宴 你去